各位賴賞GAMEHOUSE的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呢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就是Star Winning Gondam 也就是心野學姊在中後期製作還有使用的鋼彈 那這款鋼彈非常的特別 就是它應該算是全新製作的鋼彈 那效能呢也很多 在合繪上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除了SD鋼彈的模式之外呢 也另外有飛行模式還有鋼彈模式 那算是玩法非常的多樣 那現在我們就先來看看它外盒的合繪吧 首先大家看到的呢就是它封面的合繪 那側面這邊呢就是各個不同的介紹啊 零件然後還有變化的方式 那側面這邊呢就是合繪的部分 那這裡呢就是一些說明啊等等之類的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把盒子打開看看裡面有哪些套件吧 好那現在呢我們就把外盒打開看看裡面總共有哪些套件 可以來組裝 外盒慢慢打開 把前面 好那由於呢怕反光的問題呢 這一次呢就先把外面的塑膠套給拆掉 那首先大家看到的呢就是這一次 Star Winning Gundam所附贈的一些貼紙 那貼紙的部分呢大家可以自行的考慮說要不要貼上去 那由於這一次呢看貼紙就知道需要貼貼紙的部分非常的多 那賴閃應該只會貼眼睛的部分 剩下呢都會用塗裝的方式來解決 好 那再來呢就是關節的部分 關節的部分這裡呢也有很多球狀關節 好 A1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說這裡呢就是它腿部還有後面 如果是SD鋼彈後面的推進器 那可以看到說這些啊都是需要塗裝的部分 那這一次賴桑在製作的時候呢 一樣會先 這次可能就先直接就是塗裝 一邊塗裝一邊製作了 那這就是臉部的等等的一些套件 A1 這個呢小小的這個呢也是球狀關節 在A2呢就是主要是對應一些剛剛可能左右啊等等之類的套件 那一樣是變成鋼彈模式的腿部手部 還有SD鋼彈腳部等等的一些白色的套件 B套件呢主要就是肩膀啊胸前啊還有頭飾啊等等之類的套件 那很多呢應該也都是會用塗裝的方式來解決 再來C1的部分呢這裡就是背部還有武器啊手啊等等之類的 那這一個呢就是主要是他在變形飛行模式的時候呢會帶的一個護目鏡 C2呢主要大家看到說這個就是眼睛的部分 還有啊就是鋼彈的變成鋼彈頭了之後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還有就是胸前的這個套件 那再來D套件呢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就是後面的一些閃光翼的透明套件 那在處理這一類套件的時候呢可能要小心湯口的處理 那最下面呢當然就是這一次的說明書啦 那說明書裡面呢除了有介紹怎麼樣組裝之外呢 當然就是一些駕駛員的模式 駕駛員的介紹或是鋼彈的介紹等等的 那這邊呢也有各個模式的介紹 那這邊呢也有各個模式的介紹 然後裡面呢還有就是怎麼組裝 那這裡呢也有稍微介紹一下就是 賴桑之前也有提起過的就是 SD鋼彈變成就是 機械鐵機俑者的一些說明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會開始進行製作啦 那也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賴桑GameHouse 那Star Winding鋼彈下次跟大家見面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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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個就是 這次我們下一個就是 在這次的部分 下一個是 最新的部分 解釋放過 一次我們下一個是 整個部分 其實呢 我們下一個就是 這一段